在整个普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偏乡的资源因为不足 然后造成不但是医疗的部分 没有办法拖到位 可能连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都会有困难 为了提高偏乡民众的医疗服务 跟生活品质 已经成立68年的南投普里基督教医院 一直不以盈利为目的 医院的建筑跟各种软硬体设施 大都仰赖各界捐款协助 2023年2月6号到3月30号 台湾著名的画家黄冠宇 特别就在普里基督教医院 举办画展跟义卖活动 希望集合各界的力量跟捐款 帮助偏乡的医疗能够持续发展 很希望关怀我们的地方 然后让医院的所有的建设 可以修缮 然后还有器材老旧太患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基督教医院 它的使用率很高 在我们全普里来说 我们大家的乡亲父老孩子们 也都是在深夜或是平常不舒服的时候 究竟就能够就医的最好的最接近的地方 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舒适强说 这几年幸好有了许多善心捐款 才能够太就换心 让偏乡民众不用长途跋涉到大城市 就能够获得高端先进的医疗服务 提供大普里地区民众高品质的即时治疗 那这一次黄老师来这边办画展 也当成一个义脉来支持我们 我想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我们也盼望借着各样的这样的支持活动 能够把这个医院做得更好 在义脉画展的开幕仪式当中 福伦3462前总监谢翰金 也购买黄冠宇的画作赞助普里基督教医院 南投现议员陈宜君也表示 他会争取县政府的资源跟补助 提高偏乡医疗服务品质 黄管宇相当感性的说 希望大家一起为偏乡民众尽心尽力做爱心 他会秉持大地之爱 持续创造更多的作品 举办更多的爱心公益活动 记者陈文旭 萧右京 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于 请不吝点赞助于